又來到醫護同行 今集就來到優醫生的診所 你看到很多眼科的檢查 眼科專科醫生 優健醫生 很久沒見了 Hello 你們好 各位觀眾你們好 今集為何會找個眼科醫生 找我的好朋友 其實很多人問我 尤其是貪美的 我不想戴眼鏡 我可不可以不戴眼鏡 但我又不想戴隱形眼鏡 我可不可以做Laser 其實不少數人問我 可不可以做Laser 所以我有一個主題 究竟我適不適合做Laser 究竟Laser激光治療的進程 發展到哪裏 但講這個之前 我想問優醫生 見到很多檢查 其實是當我眼睛要戴眼鏡的時候 即是有可能近視 或者老化 總之要一些做 令到幫助我 視力回復正常的儀器 或者什麼都好 其實我怎樣去篩檢 或者我怎樣去挑選 應該哪一樣東西是適合我的呢 這件事真的很個人的選擇 因為有些人喜歡戴眼鏡 那就戴眼鏡 有些人喜歡戴隱形眼鏡 覺得方便 也可以戴隱形眼鏡 當然眼球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眼睛太乾 不適合戴隱形眼鏡 他們可能會選擇戴眼鏡 至於你說 是不是一定有近視 就要做激光矯視 那一件事 我就真的覺得 這些就是個人的審美觀 你見到我今天沒有戴眼鏡 因為我覺得 上鏡可能好些 不會反光 但其實我平時都是天天戴眼鏡 我覺得戴眼鏡 就有些權威性做醫生 所以這件事 都是很個人的選擇 而且方便些 不會有那麼多乾爛症 其他的問題 而且現在的眼鏡 都可以在太陽裡面 變成一個太陽眼鏡 所以其實我覺得 實用性 外觀性 其實戴眼鏡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想問一下 我又不敢說是視光師 或者醫生 一樣的 其實我見到 我自己 總之我看的萌 我就去眼鏡店 配一副眼鏡 其實是不是這樣 都很正路的一個選擇 當然 配眼鏡 當然是去眼鏡店 眼鏡店 當然有視光師幫你 老實的 我們自己本身 配眼鏡 都是找我們自己診所裡的 專業一級視光師去幫忙 因為視光師就有不同的級別 一級就是理工大學畢業的學位 對 我想看到有一級 對 視光師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被一級視光師去驗配眼鏡 當然 也有四級的 這些就是傳統師徒制的 現在都越來越少了 原來有四級 是啊 因為其實已經有視光師一個學位 課程有了很多年 二十幾年 所以其實現在四級 或者四仔排 基本上都是越來越少了 OK 如果我去到真的 我簡單一點 我覺得我純粹看夢 我是配眼鏡就可以了 我去到眼鏡譜那裏 我去驗的 是否很簡單就是驗距離 配多少度已經足夠呢 如果你說配眼鏡 最重要是準確 那度數 視光師他們有專業的技術 去幫各位病人 各位有需要的人 去驗配一副合適的眼鏡 因為呢 最緊要就是 戴上去準確 戴上去舒服 你說距離 他們當然會說 加鏡 減鏡 大家都試過的了 看到一還是二 左邊清一點 還是右邊清一點 這些都是我們經常會用的方法 但是 這也是一個專業的技術 所以我想 大家做了這麼多年的視光師 一定可以有它的判斷 當然病人都要找一個細心 對於他們有經驗的視光師 就會更加減到一副適合他的眼鏡 但是呢 因為始終我們做訪問醫生 我又在想 其實在視光師裏面 一直做檢查的時候 他會不會發現到一些眼的問題 其實不是近事 你應該找眼科醫生 當然 一些有經驗的視光師 其實他們都會用裂縫鏡 去看看病人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又或者他們發覺病人配足度數 但是視力都去不到100分 這些情況 他們往往都會轉介給我們眼科醫生 看看病人是否有眼睛的疾病 因為在香港的法例來講 視光師就不可以診斷 不可以說病人有黃斑點、青光眼的毛病 就不可以斷證 所以如果要斷證、給藥 其實都是要找我們視眼科醫生 但是他們就會找到這個問題 或者是會察覺到 他們懷疑有這個問題 他們就會找醫生去幫忙 咦? 剛才你說到 我們去眼鏡店去做檢查的時候 一塊眼鏡、兩塊眼鏡 剛才你說到有個裂縫的檢查 這部機又有什麼用呢? 裂縫鏡、Sleep Lamp 其實主要是看看角膜、晶體、前方 或者你附近的眼睫毛、眼皮 有沒有一些異常、不正常的地方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用裂縫鏡看到 但是只是由角膜去到晶體 那很複雜 很短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視網膜 就要放大瞳孔 看眼底、視網膜、黃斑點等等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儀器 我們都可以用來檢測 究竟視網膜、黃斑點是否正常 例如說光學斷層素描 都經常用的 在哪裏? 在旁邊 在旁邊 怎樣? 好像是電腦素描 類似的 但它是用光學的方法 因為你的眼球 如果你要看到視網膜的橫切面 其實裂縫鏡也可以看到前方的橫切面 正常一個眼球的橫切面要切開才看到 但我們用光的方法 用裂縫鏡就可以看到前方的橫切面 但是視網膜的橫切面 我們就不可以用裂縫鏡 我們就是要用光學斷層素描 看得很清楚 視網膜有十層細胞 如果用光學斷層素描的話 十層細胞每一層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我們真的會發現多了病人的黃斑點的毛病 例如說黃斑點有水腫 黃斑點前膜有真身 這些都可以靠高科技的檢查去找到病人 但我又聽到 或者我身邊有不少的人都會說 假近視 其實近視會有假嗎 那怎樣去分辨 假近視呢 總之我看眼鏡 戴完鏡之後我清了 就是近視 其實假近視 在你和我都應該不會有的了 這是年齡的問題 年齡的問題 因為假近視 當你的節狀肌還是很強壯 肌肉還是手刮起展的時候 你的肌肉的節狀肌 它不會放鬆了 它就會變成好像 你本來沒有近視的 變成好像有近視一樣 但當我們用了一些放銅的藥水 放鬆回眼睛的肌肉的時候 然後我發覺近視會沒有了 這些都是在年青人 二十多三十歲的白領 經常都見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時間 都要聚精回神 看著手機、電腦、文件 不懂得放鬆眼球 所以很容易會有假近視 所以其實 去到二十幾歲 我們見過三十幾歲都有 很奇怪 但如果到四十五歲開始 腦化通常都沒有 因為其實你的節狀肌 沒有那麼強壯 所以假近視 通常都是在年輕一點的病人 看到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這件事呢 其實本人的歲數 剛才都說了 我們都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應該是踏入腦化 但是我有一次 我去完瑞士滑雪 我記得我 也有戴太陽眼鏡 但不多 總之去到機場 我突然看到很多光圈 我就覺得 糟糕了 不是令我有散光 然後我回到香港 看夢 我就已經覺得奇怪 我說 休息不久 那是幾年前的事 是 猜到歲數 是 然後我有一天 就坐在那裡 聽別人做廣告 距離都兩三行之後 我突然拍我旁邊的工作 喂 你有沒有近視 有幾度 八人到 拿飯的給我帶 我帶 清楚了 清楚了 我應該是 老花 為什麼變了近視 我是很害怕 我身邊的人都很害怕 什麼檢查做完 我什麼事都沒有 那 他的診斷就是 你假近視 不敢說 總之就是 肌肉放鬆不了 可能 他又不敢說 假近視 但是現在還有沒有近視呢 有啊 如果這樣的時候 可能是早期的白內障 因為呢 晶體 其實都說 那四十多歲 其實肌肉就已經開始不懂 就是 好 斑緊的了 但是呢 到你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的晶體會開始變厚 就是早期白內障 那時候呢 你就可能 沒有近視 就變成有少少近視 慢慢呢 你的近視可能越來越多的 這些情況呢 都是早期白內障的症狀 但是當然 我沒有檢查過你 有的 我去瑞士之前是給你檢查的 是 很多年前 四五六年前 總之 去完你檢查之後就變成有了 是 現在都有的 很輕微 有 但是肯定是近視來的 不要緊 但是向前中醫 有什麼事再檢查多一次 其實這些就可能 其他病變的引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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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另外 我就聽過了 譬如可能 你的晶體沒事了 是你的眼球的長度和閘 這個是先天性的問題 如果長度那些呢 通常一般的人士呢 到他青春期發育完之後呢 你的眼球的長度應該已經是定型了 嗯 不會說你三十幾四十歲 你的眼球還不斷加長 不會的 但是 所以其實現在呢 很多 小朋友 可能一年班兩年班 已經有一二百度近視 我們會用一些眼藥水 去控制眼球的增長 嗯 這些情況就是控制近視的方法 但是那個增長是先天性 還是那個人讀書習慣而影響呢 其實簡單來說 為什麼會形成近視 是啊 因為其實近視的成因呢 當然是有基因 先天性 也都會有環境的因素 什麼因素會引致近視呢 例如你看近視太多了 尤其是我們讀一些本地的學校 抄寫啊 功課啊 很多的 有時候小朋友說 一天有十幾張功課子 嗯 所以比較抄寫得多的時候 又不懂去放鬆眼睛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有一個近視加深的情況 當然啦 現在的小朋友 放完學三點鐘 已經要去做功課 要補習了 補習了 其實呢 他們就會少了有戶外 在陽光底下玩遊戲的時候 因為其中一個預防近視的方法呢 就是要每一天至少有一個小時 在陽光底下做運動 玩遊戲 那所以呢 你見那些足球員啊 那些很少近視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有足夠 在陽光底下的活動 放鬆的眼球 所以其實環境的因素呢 先天的原因呢 都是會引致近視會加深的 那會不會 我沒有了 我沒有去到公園了 那如果我們是想培養我的眼睛去健康 我站在那裡 和你站在窗上 看很遠很遠的東西 然後看近夜 就好像一個眼球的練習 那幫不幫到呢 當然可以啦 如果在青少年 小朋友啊 如果你想減少近視的出現的話 我們眼科醫生 經常都有一個叫做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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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你們要記住了 其實呢 就是當你要看二十分鐘的閱讀的時候呢 你就要馬上停一停了 就要看二十呎的地方 多久啊 二十秒 記得這個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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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些去放鬆眼睛 不要常常聚焦在近的東西上面 都可以預防到近視加深 當然啦 這些就沒有滴眼藥水啊 或者其他方法可以控制得這麼有效 即是眼藥水 還有我記得戴那些OK的 夜間戴矯視眼鏡 其實現在是不是發展得很好 其實都用了二十幾年了 其實你說成熟 是非常之成熟 亦都是比早期的時候 因為早期這些大夜間戴矯視眼鏡 我們最害怕就是角膜發炎 哦 是啊 有細菌感染 令到角膜有痘 那就一世了 但是現在就真的少見了很多 我想是因為一般的家長 其實對於隱形眼鏡的護理 其實是比較著重了 更加明白了他們最大的風險就是發炎 所以有什麼事都很阻礙我們 現在就真的少見了OK鏡引致的角膜發炎 當然啦 現在也有其他的方法去控制近視 例如夜間 就是我剛才所說 用低份量的阿托品眼藥水 其實都是可以控制近視的 因為有些小朋友是大也不能戴隱形眼鏡 很難的 有些人來說是敏感的 小朋友不是真的太聽話 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的病人 都差不多要八歲九歲最少 他們才合作到 所以其實你太小的時候 也真的未必做到這件事 其實這麼小已經戴隱形 是不是好的呢 因為如果不然就會差下去 所以我看到一些幼稚園 我的小朋友 哇這麼小的戴隱形 是啊 其實現在香港的 其實有近視的小朋友 一年班大概有10% 但是你知不知道六年班有多少% 50禮 已經是60了 但是去到考DSC 現在考DSC 我就大部分都是 其實差不多去到八九成都要大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 這個社會就是 就是我們亞洲人 你不要說香港社會 新加坡社會 國內其實都是近視的 比率都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在國家 什麼 維健委 維健委的建議 其實都是會建議 我們家長要早些去控制近視 因為現在都是有些很有效的方法去控制近視 例如剛才說的一些藥水 但是甚至現在除了OK鏡 夜間戴矯視眼鏡之外 普通的眼鏡 都有些所謂的蜂巢眼鏡 可以控制近視的 什麼叫蜂巢 它用一些特別的光學的原理 好像普通一副眼鏡 每天戴著 大概有一半的病人 近視不會加深得那麼快 嗯 其實聽完之後 很多不同的方法 都幫到你去矯視 這只是控制近視 不是矯視 未到矯視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真的看一下矯視 Laser可以叫做矯視 矯視即是說 你本身有近視 由有變成沒有 那個才叫做矯視 我們下一節回來說 OK